那這條題目呢,就講到以下這條方程呢,就會有兩個正整數根啦 那然後要我們找這個整數M的值是什麼呢 那首先Generic D這樣講啦,那任何一條二次方程呢 那它的根呢,都是這樣的樣子的 X的解呢,是等於,負B正負根好 那裡面是我們的半別式啦 那這塊東西呢,over2A的 那然後呢,我們既然要找 這個先放在這裡,等一下可能會用 那我們既然要找這個整數M的值呢 那我們不妨看一看M的取值範圍,可以是什麼呢 那要討論到關於M的取值範圍呢 那這條數特別的地方呢,我們就可以借助委達定理啦 委達定理說的就是,兩根和和兩根積的關係 那我們切這條題目呢 那它的根呢,就有兩個啦 一個就叫做alpha,一個叫做beta 那它這兩個數加起來呢 那它就有點特別的 這兩個數加起來呢,就是 負B over A 和C over A 那為什麼呢?我們看一看 對啦,alpha加beta 那麼,x的這兩個解呢 那就是,在這裡前面 一個拿正號,一個拿符號啦 那如果它們兩個加起來的話 那一正一負剛剛好,cancel了 那然後前面呢 由負B over 2A 這個東西呢,我們有兩個 那就是乘以2啦 那然後這兩個2呢 分子和分母相約呢,那我們就做負B over A 那C over A呢,就交給大家自己證明了 這個就要,一正一負這樣自己 成為它 那,我們呢,這個負B over A呢 那代入這一條式呢 就是有負M-17啦 今次A是1的 C over A呢,就是M-2啦 那位達定你呢 就去到這裡就完啦 那之後可以怎樣呢 那它就說到 這兩個根呢 都是正數的 那兩個正數啦 那兩個正數加起來呢 這兩個都會變成正數的 那同樣道理 兩個正數成在一起呢 這個當然都是正數啦 那如是者,我們就可以有辦法 縮窄這個M的範圍啦 那既然這個負M-17 需要大過0 那,換句話說呢 就是說這個M-17呢 需要小過0啦 那,將這一條 配合這個M-2要大過0呢 那我們兩者一夾 就會夾到M的取值範圍呢 就要介乎於2和17中間啦 那,這個東西又放在這裡 我們一會兒就會拿回來用的 那,那 然後呢 我們既然要講到關於M的根 不是,是關於2次方程的根的話 那,這個M當然是有關係的啦 那我們當然要借助我們用開的判別式啦 那,這一條數的判別式呢 就是 B的平方 就是M-17的平方 再減4AC 就是4M-2這一塊 那,整理一下之後呢 它就會有M平方 減38M 加297啦 那,對了,到了這部之後我們又可以怎樣呢 我們留意到呢,這條題目就講到 這兩個根呢 這兩個根呢 都是正整數的 那,有什麼情況之下 出到來的兩個根 就是這個X呢 需要是正整數呢 那,當然 關鍵的地方就是 這一個判別式的東西 需要可以 避開方啦 它是一個完全平方數 那,開了方出來的話 才會是一個 整數的嘛 那,然後這個提解才是有希望會變成做頂數的嘛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切這一塊東西呢 是等於某一個數的平方啦 那,我們叫這個做N啦 有M有N啦 那,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 做的東西就當然是配方啦 既然跟一些平方有關係的東西 我們配方之後呢 就會有下面的這一條式 M 中間這個是-38來的嘛 那,所以我們會有M-19的平方 減N的平方呢 就等於64的 然後我們當然 不少得的就是平方 A的平方,減B的平方 分解它 那,所以我們會有M-N-19 M-N-19 那,這塊東西呢 等於64的 那,首先要說的呢 就是 M是 某個數啦 那,這塊東西呢 它是需要大過N的平方 不,它需要等於N的平方 那N的平方呢 看起來就不像是會等於0的 那,所以這塊東西不等於0的情況之下呢 那,即是M加N-19 這塊東西 實質上 左手邊的括弧 這塊東西應該是需要大過右手邊的括弧 的這個物體的 那,然後我們就可以討論一下 64呢 可以被人拆解做什麼啦 因為都是要整數來的嘛 那,M,N的話 這些整數的話 我們就要用一個整數來拆解這個64 那64可以拆解做1和64啦 2,32 4,16 然後就是8和8 那,要討論的地方呢 就是首先第一樣東西 我們就要,因為M加N-19 這個數要大於M-N-19 那,這個就是 一個是8和一個8呢 那就不適合用的 那我們可以拆除了這個8和8的拆解 因為一個數要大於第二個數 那麼8和8不適合啦 我們第二個討論的地方呢 M加N-19 M-N-19 這個東西呢 左手邊 和右手邊呢 其實是 和這個 機偶性是一模一樣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 左手邊這個如果是單數的話呢 那麼 右手邊這個都會是單數啦 左手邊是雙數的話 右手邊都是雙數啦 那麼,這個Statement 可能要大家花一點點時間去理解一下的 那麼 如果理解完畢之後呢 那麼我們 64 如果拆解做1和64呢 那麼這個機偶性就不對了 因為1 是 機數而64 是偶數啦 那麼這兩個又不適合用啦 那麼我們就剩下這兩組解 2,32和4,16的 那麼我們就可以拿出來看看啦 先把空間給自己 那麼我們畫個表呢 我們有m加n-19 m-n-19 這個表呢就是這樣的 這樣子 那麼m加n-19 m-n-19 這塊要等於64呢 因為之前我們 由於 一個要大於第二個 還有這個機偶性的問題呢 我們就剩下這兩組啦 那麼再加上一些正負的問題呢 double了這兩組 就會變成會有四組解的 這四組解呢 就是 16和4 32和2 32和2 負4 負16 負2 負32 那麼我們有四組啦 那麼然後呢 我們解出來的m呢 解出來的m呢 那麼 分對於這四組來講呢 分別有29 36 9 和2的 嗯 那麼呢 這條數就差不多完啦 那先回答一下 我們需要對一件事情 我們之前呢 就是花了很多功夫 去做這個m的取值範圍 m是需要 介乎於2和17中間的 2不等於2啊 我這裡沒有寫一個等於 那如是者呢 首先這兩個一定錯啦 那麼 2呢 又不適合用喔 那麼 既然是這樣 我們m 其實搞這麼多東西 最後都只剩下9一個解 那所以呢 我們 做這麼多東西 我們就會得出m等於9的這個解 來啊